位在台北市的光复市场 有一间专门做 道地北方面食的豆腐卷店 老板娘从黑龙江 嫁到台湾来已经20年了 为了推广加酸的好口味 她坚持每天手工制作面食 他们家的豆腐卷 使用不加一滴油的干烙方式 吃起来清爽不腻 里头的板豆腐呢 水嫩当中又带有嚼劲 另外一款也是卖得很好的 豆腐菜肉包 也是每天手工线包 肉汁香甜带有浓郁的豆腐 让人一吃难忘 每次来尤其老板娘很爽朗 开得很成功 对 我觉得很好 我们住在这个光复市场附近 有种幸福感 就是因为有这家豆腐卷 让人充满幸福感的豆腐卷 周围在台北国父纪念馆附近的 光复市场内 来自黑龙江省的老板娘和战爽朗 从小就擅长北方面食 每样产品她都坚持手工制作 从处理豆腐就有一连串的漫长工序 先将一板一板的豆腐切成丁状 接着放到一旁沥去水泵 光是这个过程就需要耗费60到90分钟 而立干后的板豆腐可不能就这样包进面皮里 为了去除多余水分 老板娘不嫌麻烦的还要将豆腐放到锅中慢慢炒干 再用电扇降温方便保存 这才算是完成了制作豆腐卷的初步工作 再加工食品不是我想要的 我喜欢比较新鲜的东西 李鸿宇对新鲜的要求连对配料也不例外 每天凌晨三点就要到三重果菜市场买当天用的菜 蔬菜剁碎后 再与豆腐蛋冬粉等食材手动搅拌均匀 以香油盐巴胡椒简单调味 就能将内馅包入面皮啦 李鸿宇耐心将一颗粿豆腐卷包成 而是记忆中的糖果状 接着再切去夺鱼面皮 放上热锅一烙 外皮被烙上点点焦黄 这种一滴油都不加的干烙方式 其实是老板娘李鸿宇的健康小巧思 我有段时间点要胖 然后我有减肥 我有查过各种食谱的热量什么的 我觉得还是健康比较重要 所以我就用干烙的方式 不加一滴油的干烙豆腐卷 轻薄不厚重的面皮里包着满满馅料 超有饱足感 简单的调味加上焦黄酥香的口感 完全颠覆了普通面食的油腻口味 因为我山东人 所以我们自己家也做过 可是你如果不加油的话 它会煎的会苦掉就焦掉 口感也不好 可是很奇怪 他们家我们来看的话 他们家就不用油 直接干烙 你看那个表皮 它就是煎的就焦黄刚刚好 那到台湾已有20多年的李鸿宇 当初因为朋友的建议 开始了现在的店面 从小在北方厨房耳濡目染的他 制作面食的功力 仿佛与神俱来 类似的面食 我这个年纪在东北都会 我们小时候就这样吃 就也没有特意学 就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会了 但正所谓重口难调 家乡习惯的咸淡滋味 与台湾人的口味仍有差距 李鸿宇只能更努力地 将每一样食材与调味的份量规格化 因为每个人早上起来的嗅觉 是不一样的 你如果每天用自己试的 然后他今天可能别人吃了些 后天别人吃就干了 我为了让它调和 就是跟大众口味一样 所以我就每一样东西都上称 除了招牌的豆腐卷 将暗用的板豆腐包进包子里 也是这间店的特色之一 它跟豆腐卷的料一样 然后我有加了猪的后腿肉 再让我们用很低的温土猪肉 糟面发酵 口感扎实的面皮 里头藏着嫩中带弹的豆腐 和令人垂涎的肉香与蛋香 吃来清爽不腻口 早餐来上一颗 元气满分 他们家的肉吃起来就是有点水分 所以跟那个豆腐啊 还有高益菜这样加起来 就是吃起来就是那种口感还不错 就是让人家觉得水嫩嫩啦 就是吃那个豆腐 它的那个豆腐包也是水嫩嫩的感觉 最主要我觉得它是很养生嘛 不会让你吃起来有那个油腻腻的感觉 不会很清爽 真的很清爽 很受客人欢迎的牛肉卷饼 饼皮也是出自李红宇的双手 在厚实的面皮上铺上满满的葱花 再沿着边缘慢慢卷起 粗硕的面棍还得拧成一颗颗面团再压平 放上煎胎煎到外皮香酥 就成了牛肉卷饼的饼皮 铺上李红宇选用的澳洲后剑 摆上几段葱白后卷起 四溢的葱香搭配乳透够味的牛腱肉 酥中带有牛肉的脚感 与咸甜滋味的甜面酱融为一体 让人口齿生香 他们的牛肉 里面的牛肉 但是卷的味道还蛮好的 但是它是那种半斤半肉的 蛮Q的 味道也很好吃 经典的包馅面食也不能少了韭菜盒 滚动盘子将面皮切出完美弧线 同样与干烙方式在煎台烙到表皮金黄 锅开和参满满翠绿的韭菜中 同样香着招牌的板豆腐 品味的虾皮咸淡适中 韭菜香而不嗆越吃越爽脆 它的虾皮来讲也是 就是分量都很足 所以这些东西足了之后 你再去搭配韭菜的风味 那香得益胀 还有东北人独中的从华大饼 虽然有着厚厚的面皮 但软中带Q的层层面香被满满的青葱提味 完全没有粗糙的干硬感 芝麻间的焦黄维酥 吃来齿颊留香 身为道地的北方人 李宏武的豆腐卷有着台湾少见的面食滋味 但可惜的是目前还没找到徒弟传授技巧 他希望自己能一直坐下去 用家乡的味道感动美味客人的味蕾 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台北的辽宁街夜市 过去有海产宵夜一条街的称号 这里有一家经营了20多年的海产餐厅 因为营业到凌晨 所以店里可以说是越晚越热闹 老板说他们的海鲜通通来自宜兰大西 新鲜直送 像这道人气蛋炒牛角蟹 学用的是龟山岛海域的鲜蟹 肉质饱满而且扎实 搭配了葱蒜 口味鲜甜香气浓郁 另外还有这道综合生虾 用了大西特产的角蝦 肉质软嫩 蘸一点点芥末更能够称出鲜甜的滋味 台北辽宁街夜市 有海产一条街称号 没走几步路 就有好几家海产店招揽生意 这间用料食材的海产餐厅 是不少人下班聚餐的风搜宅 因为他们是从大西渔港的现捞的 大概从我儿子还没出生的时候 是男女朋友的时候 直到现在快二十年了 客人已吃好几十年的美味 肥美的甜蝦肉质清甜令人与顺质回味 那甜蝦的部分呢吃起来呢它就是软甜 然后带汁 然后吃起来呢入口即化 所以它要拨那个虾壳里非常好拨 我要特别推荐的那个虾是我最爱 因为我每次来一定必点 而且它的高非常的甜 所以我每次来我一定要有 如果没来没有点到的话 我会会有点灰心 诱人的海鲜就出自老板张乃文之手 出身基隆河平岛的他 从小在渔村长大 所以对海产了若执掌 因为我阿公阿嬷 爸爸他们都捕鱼的 几乎说吃鱼长大的 对 有时候我们爸爸他们回来抓鱼抓好多好多 我们好高兴的 但是出社会却没有接找家族无事业 他投入薪水优渥的远洋贸易工作 当起航海王 后来创业开店已经大起大落 刚开始做生意还蛮好的 后来大约二十年前左右吧 那个网路发不发达 后来生意就差很多 生意硬生生被砍半 为了养家 他想起找不过家人 急去吃海鲜的味道 于是他实体播产 在人来人往的夜市 卖起成料理 店里元气的蛋炒牛角蟹 喷发出葱蒜和炒蛋鲜味 一上桌香气浓郁 牛角蟹产自于灰山岛海域 每逢浓壁九月 是鲜肉最饱满的季节 肉嫩紧实 每一口都鲜味十足 其实它的鲜味细致不会输 那个三点蟹跟红薯 虽然是重盐酥的 那它的鲜甜度都还是足够的 而且它的肉的部分 肉质是很扎实的 这就是这个鲜肉质的鲜肉质 这就是这个鲜肉质 这就是这个鲜肉质的 鲜肉质的鲜肉质 鲜肉质 鲜肉质